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今天是禮拜三 今天漲了80點 我們看一下 今天是開高震盪拉高 中場是上漲80點 那我們就K線形態來看 有兩個向下的跳空缺口 這是封關的時候 這是新春開盤的時候 然後禮拜一 第二天開盤 開始往上做一個拉升 那我們看到第二個跳空缺口補掉了 那目前面臨最上面的這個跳空缺口 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反壓 你很少看到兩個跳空缺口 而且這麼大的缺口 就像一個人身上割一塊傷 哇 那個傷口很大 血流如柱 然後馬上就好了 那如果這種情形也是 不能說沒有啦 我們說比較奇怪一點 所以我們說這個盤 往上攻擊的壓力仍然存在 這是不可否認的 不是因為今天上漲80點就沒有了 絕對不可能 量能你看還是一樣 稍微還是萎縮的格局 所以我們說表示進場追加意願不是很高 那我們說往上攻擊的時候 它必須由量來化解上檔 套牢的賣壓 那如果量能不足往上攻就必須形成 怎麼樣 時間上的拖延 這是必然的 那我們說這個盤 我並沒有看得非常好 但是也沒有看得很壞 為什麼沒有看好也沒有看壞 為什麼不看好 兩個跳空缺口啊 為什麼沒有看壞 同學們你看這裡 三線的格局是什麼 往下嘛 中間是反彈 所以我們說這個是空投反彈而已 所以我們這個盤不是非常好的盤 但是也不是非常不好的盤 為什麼 那你看這裡 這裡是一個什麼 哇 很多買進訊號 1 2 3 4 5 6 7 8 8個買進訊號 當然也有 同時也有很多很多的賣出訊號 所以我們說這裡是一個多空 怎麼樣 混戰的這個地方 誰戰誰贏還不知道 那就是一個多空混戰的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賣出訊號 也有很多買進訊號 在這裡集結 對不對 那我們說這裡大隊人馬 空方人馬 多方人馬 準備來一個大測拼 勢必是一場二戰 所以這個地方很簡單 暫時你就是上下震盪 來研判就可以了 他還沒有分出一個正式的一個勝負 所以你沒有說這個盤馬上要大跌 跌會怎麼樣 馬上要大漲 找到哪裡 所以我一直跟他講 這地方就是一個盤整區而已 目前就態度上來看是這樣 那我們再看周線 周線的格局一多 兩多 兩多一空 他也沒有大跌啊 有沒有告訴一個三線轉空的格局啊 所以我們看完這裡 就告訴我們這裡 大盤很簡單 就是盤整 懂意思嗎 看到大跌的時候不用太悲傷 看到大漲也不要很高興 就上下不斷的震盪整理而已 暫時是這個樣子沒有改變 這些話我想我之前就跟你講了 到現在為止 這個觀點都沒有改變 就股神系統來看 也沒有改變 就這樣 好 講到這裡 當然昨天有人問我說 他最近如果說假設操作的 不是很順利 他不是我的會員 是我的高中同學而已 他是不是想玩一個指數 看怎麼樣 那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我們在股市裡面流行一句話 做股票 做不贏 玩指數 玩融資啦 股票 現股做不贏 你有錢幹嘛融資 現股做不贏 玩融資 設成保證金跟他拼了 現股做不贏 錢變少了 玩融資 融資做不贏 玩指數 指數 現在8萬多塊的保證金 拼170幾萬 大概是20倍啦 1塊錢賭20塊啦 有20倍的槓桿 融資大概2倍多 期貨 20倍 股票做不贏 玩融資 融不贏 做不贏 玩期貨 那期貨做不贏 就玩選擇權 選擇權倍數就更大了 那最後再做不贏 剩下50塊去買樂透 股市就是這樣啊 如果越走越回去就完蛋 到最後買樂透就完了 刮刮樂看會被刮中 那就完了 所以股票 我是覺得好好做就可以了 當你有本事把股票做好做對 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沒的 這是搞指數啦 搞20倍的 拆樂透 我玩幾萬倍的 萬一中講就8億 沒有中就沒了 不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股票要分析 我們叫分析師 為什麼要分析 就是把風險因素排除 降到最低 你操作有把握的股票 不是到最後賭輸贏 就是跟澳門賭場一樣賭一把 1 2 3 4 5 6 1 2 3就小嘛 4 5 6就大 看你壓大壓小賭一把 猜錯了就沒有了 猜對贏贏一倍 不是 那最後變成賭了 那何必分析 不是這樣的 所以股票是可以把風險降低的 當你有利因素進來 很多狀況有利因素判完之後 這樣股票漲個機會大 很多不利因素下來 這股票跌的因素大 我們就不會最多 我們甚至要壓空 所以很簡單 股票要分析 為什麼要分析師 就是要把這因素排除掉 不是來阿哥基 又去搞棋子搞好幾次 股票做輸去玩棋子 你股票做不贏怎麼玩棋子 最後去玩選擇權 輸得快差不多了 再輸光就去買樂透了 不是這樣的 懂意思嗎 所以有人問我說你贊不贊成 阿哥基 我非常非常不贊成 這是估字一組一子 就跟賭大小一樣 去澳門賭場賭大小一樣 不是這樣的 來 所以我們說十賭九輸 指數槓桿再吸引人 不是容易做啦 所以那個同學問說 指數是比較容易做 我說你錯了 來 是槓桿吸引人 但是相對風險也很大 往風險高的地方走 能安全出場的人很少 你把我這些話聽進去 記進去 記起來 或許你暫時不能體會 有一天你會發現 我跟你講真的是治理名言 來 孫子兵法 史記篇說 這孫子 這上面太長就不要念 最重要是這句話 多算勝 少算不勝 何況無算乎 就是說你多多去運算 多多去策劃 去思考 去判斷 你贏的機會就大 這個也算到 那個也算到 地型也算到 兵力也算到 主將的這個勇猛也算到了 後面征援部隊也算到 糧食的補給也算到了 民心士氣都算到了 那你有這個贏的態勢 你再去打 叫多算勝 少算你都不管 我就跟他拚了 我是滿乎 我就跟他拚了 股票也一樣 不用看 我就跟他買了 報紙一看就跟他追了 一百張兩百張進去了 完蛋了 少算不勝 何況無算 何況是完全都沒有算的人 他怎麼可能贏 這就是告訴我們一定要 好好的來分析一下 不是隨便亂買亂做 不是這樣 那我們說股市如戰場 武器定輸贏 工具就是武器 武器決定輸贏 你沒有好的工具 沒有好的武器 工具 武器 你怎麼跟人家玩輸贏 你很容易輸的 當然你可以問張雨明 那你有工具嗎 有啊 我的工具叫股神系統 我用股神三線來研判他的這個多空方向 來研判他的位置 多頭OK的我才會進場 用趨勢籌碼動輸三線來變化 來研判 空頭我就不玩了 我甚至反手放空 用智乎羅盤 用股神三線考慮法人動態 考慮基本面的一個變動 考慮位置跟形態 綜合因素來研判 當研判OK的我力量 我的贏的因素大了 我才會進場 不是亂買一通 這不對的 舉例一下好了 有人說這段股票 台俊你會不會買 不會啊 為什麼 一個因素 兩個 一個好 兩個不好 那怎麼買 所以我不會去買這種股票啊 那你會說 這段可以買 這段可以買 以後會小賺 你不會賠 這段股票長期我是不碰他的 為什麼 都空頭格局 對不對 要嘛就放空嘛 這不可能做多的嘛 到這裡一個小段反彈 又回到原點 為什麼這小段反彈上不去 你看完日線 888 在股神系統裡面 代號6269 你再打888 就看到這個圖 那你再打777 就是周線 你看這段反彈 什麼格局 還是空啊 所以你看這段股票 將近兩年過去了 請問這什麼格局 就是空啊 所以你問說菜米你會不會做多 不過要嘛就放空 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你做多的結果 你這兩年一定是賠錢的 如果都沒有賣 你買到這裡 買到這裡 買到這裡 一定是賠錢的 是不是 所以這叫什麼 多算勝 少算不勝 就像孫子講的一樣 對不對 孫子編華告訴我們 你要多多去計算啊 多多彈算啊 那你少算你怎麼能夠贏 那你何況你完全都沒有運算 你沒有分析你怎麼贏 那張以民用什麼分析 周線 日線 這樣就有六條線了 那如果這六條線 三線 日線也不OK 周線也不OK 那我不會買 不可能啊 所以你看時間這麼久過去了 請問張以民你有沒有去做過這個股票 說真的到今天位置 我沒有做過剛剛講的股票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他是 他沒有翻多嘛 沒有翻多股票我就不做 那你做了也不會贏 懂意思嗎 來 我們看另外一檔股票 剛剛講的股票為什麼不做 剛剛講的日線沒有翻多 周線也沒有翻多 日線三條線 周線三條線 六條線 五條線轉空 一條線翻多 那五個空 一個多 這不能買啊 懂意思嗎 所以有人說張以民有沒有在算 我當然有算 你我隨便亂買 怎麼可能 那我們反過來看這兩股票 陽城 今天禮拜二 禮拜三 2月12號禮拜三 又漲停板 天啊 陽城 那陽城不是我一直在告訴你的股票嗎 他為什麼今天又漲停板呢 天啊 怎麼這麼強 哎呦 131 很強耶 有沒有 整理完整理好幾個月 那你一定會問說 奇怪 8月 9月 10月 11月 張以民你怎麼不買這一段啊 你買了也不會賺啊 你怎麼買 為什麼不買 這邊有漲停板啊 9月初有漲停板 為什麼不買 因為我不是在看一天漲停板的 我不是在看一天漲停板的 我不是在看一天漲停做股票的 我是看什麼 我看股神三線啊 那如果這裡沒有翻多 我就不會進場了 9月初 特寫 請問這裡有沒有三線翻多 沒有啊 你看到是一根紅棒漲停板 我沒有看到三線翻多 所以我不會買 所以你看這幾個月過去了 9月 10月 11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對不起 我不買 為什麼這段我不買 就沒有三線翻多啊 請問我有沒有計算 我是亂買的嘛 當然不是啊 這段我就不會碰它 那為什麼從這裡開始 我就會考慮要進場了 為什麼 因為三線正式翻多了嘛 這個點開始 天啊 大漲一波 然後在這邊整理 我跟你講 這段整理 整理要做什麼 你可以做短線架差 但是不要把方向搞錯了 這裡有整理 因為上額賣出 下額賣進 上額賣出 下額賣進 所以它整理了一段時間 有沒有 那整理階段 你要注意看它是多還空 整理長線來看還是多啊 這這麼長怎麼會死 所以整理的時候你可以偏多操作 但這段你不要做長的 因為這段有反壓你就只能做短線操作 那我們說今天頭廟有什麼格局 有啊 脫離盤整區啊 那告訴你它又要往上攻了 聽懂意思嗎 它是不是三線翻多 當然不是今天來特寫 幾天前 好像五六天前就翻多了嘛 是不是往下看 有啊 三線又翻多了 你是不是等到今天才覺得 你沒買很可惜 頭這邊 那我們就整個周線來看 OK啊 這沒問題啊 這是OK的啊 所以當你看完日線三條線 OK 周線三條線 六條線都OK 今天就漲停板了 懂意思嗎 是不是很困難 那你問問說張宇明 你有做嗎 我已經賺五十塊 點二 這放口袋了 未來漲跌跟我無關 因為這錢都放口袋了 如果你一檔股票 你有本事賺到五十塊 厲害 沒有人會說你不會操作 你絕對是高手 沒錯啊 這絕對是高手啊 頭這邊要 如果你有本事一檔股票賺五十塊 剛開始可能七八十塊 這樣一百多塊 你可以賺到五十塊 厲害 厲害 你絕對是高手中的高手 懂意思嗎 所以操作股票 找到好的股票難不難 不難 但是真的要有好的方法 好的工具 來 這不是昨天嗎 昨天什麼格局 還是翻多啊 所以今天漲停板 也沒有什麼好壓抑 那我們說這個點 如果你懂得見場 唉唷 不在這裡七十一嗎 是不是七十一 有沒有 喔 原來這件事十一月二十六 為什麼這一段 哇 幾個月過去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到十一月 這半年過去 朋友 張藝銘不買這一段 到了這裡開始 三千翻多了 七十一 喔 有沒有 是一波上來了 所以你看完這檔股票的格局 這裡你懂得不買 這裡你懂得見場 這一段你懂得報 這裡你總得做短線就好了 到了昨天 11號 你懂得再進場 後面就是你的啦 是不是這樣 這一段不能碰 為什麼 他沒有翻多啊 這叫什麼 這孫子講的 多算勝 少算不勝 而況無算 所以做股票是不是真的很難 說難很難 你憑匹務之勇 做股票當然很難 只是輸錢而已 懂意思嗎 強勢的股票它不會便宜太久 我跟你講的每一張字卡 你都把它記起來 這對你操作一定有幫助的 強勢的股票不會便宜太久 為什麼 因為強勢股一出現 你就開始大膽進場卡位 你今天不買 明天市場會把它 股價變得更貴 原來應用在陽城上 非常有道理 來 新的一年開始 很多事情都是新的 但換個角度能賺錢的時間會越來越少 懂得沒有 隨著時間越來越少 這就是你的壓力 有些事情早做早好 你看今天到親民幾天 三十六 三十六個交易日 那如果前幾天 我跟你講的時候 還有四十個 還有三九 還有三八 三七 你聽得進去 後許你今天進場 早就進場買陽城了 不是嗎 當然還有很多股票 比如說什麼還有辣椒等一大堆 不是陽城一檔而已 那我們反過來看這檔 聯法科 今天漲十四塊半 後許你又問說張愛明 那這檔股票你會不會買 今天漲十四塊半 很多人一定跟你說好 對不起 這種股票我不買 為什麼 沒有三星反多 我幹嘛去追這種股票 這空頭反彈而已 我覺得上面威脅很大 這就是一個操作邏輯 不是看到漲就能追 看到漲就追還不簡單 那何必要分析師 能看到紅你就追啊 那臺灣上分析師都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是嗎 有沒有 這可以追嗎 我的研判是不行的 為什麼 看完日線 好像有問題的 三線 第一線是空的 這更危險 再來看周線 主線怎麼這麼脆弱 中線跌破 第三線也在臨左附近 所以你看完這格局 你覺得它是強勢股嗎 我一點都不覺得 這種股票我不會追 我不會看它今天漲 我就跟你說好 亞太電信 今天盤中 今天拉到漲停板 那請問 亞太電信好嗎 頂心聽說要入主 今天報紙登出來 對不對 美股19塊要入主 那如果這樣 今天漲停板鎖住了 一挑空開盤就漲停了 根本你連進場的機會都沒有 為什麼 19塊啊 對不對 頂心要買19塊啊 那請問今天 來你告訴我 它有沒有漲 有 有沒有鎖住 為什麼到15塊而已 中間這麼多震盪 應該19塊錢是漲停板你買不到的啊 所以表示這個新聞是有帶商榷的 你看新聞來買 絕對來不及 絕對沒有用啦 懂意思嗎 那你有沒有看股權系統翻多了沒有 那如果你之前買那更慘 哇 這裡18塊左右 現在剩15塊多了 這段原來是高檔 所以一大堆反尼亞空投格局 所以這種股票 對不起 我不會買 太謝 我不要 很抱歉 這個呢 這個我也不要 因為三線根本沒有反尼亞一大堆 我怎麼會買這種股票 這個呢 朋友們 股價在高檔 最高點附近 但你看股程線 哇 三線怎麼都向您走掉 代表什麼 代表上檔反尼亞很沉重 這種股票 我也不要 這就是算計 這就是分析 趨勢也沒有很OK 籌碼也沒有很OK 動能也不足 那這種股票幹嘛去追它 不是看股價 股價很高就可以買 不是這樣的 懂意思嗎 看趨勢 看籌碼 看動能 那這個呢 股價在最高點 但是你看最高點特寫 1 2 3 4 連續出現高檔四個反尼亞 你告訴我這怎麼追 所以這種股票 雖然在高檔 我也不會追 那更是告訴我們它可能危險了 應該要先獲利出場了 如果你做這一段很好 它這裡就賣掉 很漂亮 對不對 那我們盤過來思考 那如果這種股票呢 先跌 先跌7毛 那請問這格局好不好 我覺得非常好 為什麼 趨勢 籌碼 動能都OK 很OK 這很漂亮 為什麼很漂亮 你比大盤就知道 你看這線型 整理碗噴出 高檔整理 同時間 這股票 同時間 哇 怎麼這樣 有沒有 大盤在重挫 跳空的時候 它沒有跌 還要拉上來 大盤往下跳空 啵啵啵啵 它往上跳空 那請問這是強勢股還是弱勢股 這當然是最強的股票啊 所以這買股票 你要買什麼 買強勢股 絕對不是買弱勢股的反彈 這樣聽懂意思嗎 那強不強 比大盤就知道了嘛 一個跳空 兩個跳空 來 請問哪裡跳空 往上跳空 大盤往下跳空 它往上跳空 三線翻多 當然是OK的 所以有沒有很難 其實不難 股神三線早就告訴你 早就告訴你 買進訊料出現了嘛 懂意思嗎 一波上來 多頭格局還沒做完 其實做股票不困難 只要把方法學會 把工具找到 我想103年你可以撞到很大利潤 要只要賺2倍 賺3倍的股票都有 懂意思嗎 不要放棄 要找好的股票來進展操作 這樣就對了 我們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去李丁 回車道 人生最有價值的收藏 欲 上 圓 極美 落成 2918 8811 大雨 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賣相 助你賣相 財富人生 智負專線 022500 6999 022500 6999 深田藥莊高純度 玻尿酸面膜 深田藥莊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藥莊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白用 深田藥莊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有些事情你一定早知道早好 因為早知道你會早一念 就不會產生很大的傷害 懂意思嗎 早知道早好 會嚴重套勞股票 總有一天 總有一天 你會看到很差很差的營運數據 但當那天出來答案出來 一般人都沒有能力再處理 像什麼 古王宏達電 昨天出的 連虧3劑 這很嚴重 連賠3劑那不得了 但你看之前 有啊 慢慢慢慢的數據出來 但這天7月份的時候 很多人嚇壞了 宏達電怎麼會賠錢 結果連賠3劑 不是光那一劑賠 結果後來連賠3劑 有沒有 第三劑都賠錢 結果搞到半年連賠3劑 對不對 但是當你看到的時候 當你看到連賠3劑 天啊 連賠3劑 那請問股價在哪裡 請問股價在哪裡 當然有人會問說 那請問到底了沒有 跌9成應該到底了吧 來我們看這一天 這一天是100年的12月9號 當時從1300跌到400 很多人說這跌很深啊 跌7成啊到底了 到底到底了 請問宏達電低點是400嗎 宏達電低點是122 不是400 所以跌到這裡很多人說 到底到底了 沒有 400沒有到底122 對不對 搞不好122都還不是底部 所以你想想看 很多股票重傷重挫 為什麼來不及跑 答案很簡單 因為你相信它的營運數據嘛 你被報紙迷惑了 但是當營運數據那一天 真的數據出來的時候 股價跌8成跌9成 對不對 你如果早知道這不能買多好 有一天你看到很差營運數據 都來不及了 你就沒有辦法處理 跌9成你怎麼處理啊 所以我們剛一檔股價跌9成 來 這一張是股神圖 注意看 哇天啊 這不早就轉空了嗎 但你這一張沒有答案啊 高檔的時候跟你說 多好多好多好 你都買進去了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高檔有問題了 特寫 古文系統早就告訴你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有沒有 往下看 這三線早就跌破了 鏡頭拉圓 所以你去買這一段 你當然受傷啊 來到這裡反彈 反彈翻多 你看這裡 當然翻多的時候 反彈要壓在這裡 是不是兩個反彈在這裡特寫 有沒有 反彈要壓在這裡 那你告訴我怎麼追 翻多沒多久 馬上又轉空了 哇 掉了 過了 到現在呢 一多兩空 請問這是一個多頭格局嗎 不是啊 可是你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你學會已經繳不完了 我們看日線 請問這個OK嗎 沒有OK啊 這沒有OK啊 這哪OK 所以同朋友 很多股票的傷害 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只是你不曉得要避開 最後都產生很大的傷害 炒敵財 你永遠炒不贏主力 做趨勢 主力永遠欺負不了你 那如果你是要轉空了 同朋友 你會抱到今天嗎 你如果高朗一千多塊 就是要轉空 你會抱到今天一百多塊 還再來頭痛嗎 一百二十九 搞不好明天又要破敵 一百二十九都破了 對不對 你何必疊九層再來煩惱 都來不及了 對不對 那你看得懂了 你懂這個道理 炒什麼 炒趨勢不是炒題材 唉唷天啊 其實幾%不見了 這不是去年跌最深的股票嗎 那如果你高檔的資料 他轉空了 你會抱到今天嗎 不可能啊 你高檔這裡早就跑了 是不是 那跌到這裡到底了沒 說真的我覺得 這個厄運應該是還沒完 為什麼 跌那麼深還是很多反壓 所以很簡單 這股票我都不會碰 來 用堆工具先領一半 賺大錢過程裡面 一定有很多障礙 但是你只要用堆工具 先幫你掃除 一半以上的障礙 你這股票你不會碰它 懂意思嗎 萬一買錯 很快你就會出場 你不可能一直保 你轉空就要趕快跑了 來 那反過來怎麼樣 會有好多好股票 天啊 這一天很多人嚇到 這一天 高檔爆量 天啊 好大量 開高走低 漲平板到平板 甚至跌到平板一下 所以今天很多人嚇壞了 那我們看這一天 股程系統有沒有轉空 有沒有 這一天之後 這一天喔 1月15 在這裡 後來整理一下 一天而已 又噴上創新高了 今天115了 所以如果你在這裡把它賣掉 對不對 你在這裡把它賣掉 70幾塊 天啊115 你要少賺一倍了 你是不是很可惜 覺得很可惜 天啊 你怎麼賺這幾根漲停板 你告訴我 有沒有 你來看一下這個格局 根本沒有跌破啊 三線翻多 你看這一天就是這一天 一樣的 就這根爆量這一天 有沒有 這裡就是這裡 你有看到轉空嗎 沒有 股程系統還是翻多啊 所以你有沒有想過 你要用什麼方式 來看得懂真正的股票 不要中間 一下就被洗下場了 那就很可惜了對不對 台股因為有漲跌股7%限制 雖然很多股票你會被洗下車 你不但不懂 上次才被洗下車 但是如果你看得懂 趨勢沒有變 你擁有股程系統 做到一倍兩倍的股票 不是難試啊 懂意思嗎 這不困難啊 是不是這樣 你應該買這種股票才是啊 對不對 發動前 強勢股發動前 一定有一波潛藏起 一發動就是一大波 請問有沒有在這裡潛藏 有啊 這盤了4個月啊 但發動以後不得了 115 這40115 在5塊就兩倍了 200%了 所以你說有沒有好股可以買 有啊 他不展現在你面前嗎 這就是我做的股票 這就是張宇明做的股票 來 強勢股你不買 別人一樣會買 買了就會漲 懂意思嗎 弱勢股你不賣 別人還是會賣 還是會跌 所以如果買強勢股 如果避開弱勢股 這是不是強勢股 這當然是強勢股啊 潛藏起在這裡啊 買進去要出現有沒有 開始噴出 所以如果你看得懂這種股票 投資朋友你會錯失嗎 你不可能錯失這種股票的 所以股票怎麼操作 一切答案都在股神系統中 你看這個有很困難看嗎 不會啊 你看這裡會被洗掉 不可能 因為後面都是還沒有改變嘛 所以今天不是又創新高了嗎 股價創新高 股神線也創新高 多頭格局還沒做完 所以不困難 把這個方法掌握好 我想103年充滿了光明 當然時間也會慢慢慢慢減少 有些事情早做早好 你今天不做 你下個月還是要做 那何不把它早點做好 有沒有道理 我們今天到這裡明天再見 很晚 病菌的傳播總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股